知识分享 分享知识 我有一个闺蜜女朋友 她总是去参加很多的社交活动 开很多的会 现在大家见面会有一个规定动作吧 叫做扫一扫加好友 加了好友之后她就特别崩溃 每天都在说 我一个深夜收到了有人发给我的语音 这个声音太刺耳了 我一直在想要不要拉黑她 你说人家发语音给她的人 也没有什么错对不对 那这就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是声音刺耳的人该不该被原谅 你先想一想 如果这个问题问我 我的答案是不能 为什么 是不是显得不近人情 但是好声音就是等于好颜值 好声音等于好身材 如果你告诉我说 我有一个非常美丽的灵魂 那么你最好就要找到一个美丽的身体来匹配她 同样 如果没有美丽的思想 为什么不能要用美丽的声音 来匹配你的思想呢 声音就是你的第二颜值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已经生气了 说那我天生声音刺耳不好听 这怪我了 当然不能怪你 天生声音不好 的确不能怪你 但没有把好声音练出来 你是要负责的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很多人生下来呀 就跟声音形影不离 但是从来没有了解过自己的声音 声音有四大物理属性 诶我详细给你讲讲啊 这四大物理属性分别是 音高 音强 音长 音色 也就是说 如果平均分摊的话 我们天生的这个音色啊 也就是你说的音质的部分 只占到声音的25% 其他的75% 都是可以靠训练得来的 每一个人声音的提升空间 真的是非常高 所以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做 好声音像马甲线是可以练出来的 想一想人生中有多少关键的时刻 你是要开口讲话的 比如说 升职 加薪 面试 表白 道歉 甚至是借钱 你总要开口说话 所以 把声音练好 最划算 比脸声优课中 有两个部分 是在训练的时候 我格外重视的 一个就是对于呼吸的训练 另外一个就是对于 口红部控制力的训练 这个会直接决定 你声音的质量 那么今天的第一堂课中 我就要讲两个重点 一个是跟呼吸有关的 另外一个就跟口齿的表达有关的 当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 一定要吃三碗面 哪三碗面 叫做 琴面 场面 和人面 也就是我们说的 琴场 直场 和人场 这三碗面实在是太重要了 所以你面临的第一个关键问题就是 第一次见面 怎么样用声音 给对方留下 吃了一个颗颗颗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 怎么做 先说第一次恋爱的时候 应该怎么做 来看看片段 哎小姐 拜神啊 好耶 拜多了神 神自然会保佑你了 我来 如果有人第一次见面跟你这样表白的话 你也很想打他对不对 周青池到底犯了什么错 我不应该这么说 其实是唐伯虎犯了什么错 首先啊 他在里面有一点上值得我们重视的 就是他先要 这叫开嗓 也就是说 第一次见面 开口说话 说话之前呢 你先要开嗓 先要说点别的 你见到他就不会那么紧张 才能保证你不会张口结舌 说不出来 那么接下来你会发现啊 在这一段里面 唐伯虎的声音 他比我们正常人说话 有一些不同 重点的区别在哪里呢 第一个是阴高 对不对 他比普通人的说话高了半个调 第二个叫做阴长 比如我们会说 我来 那他说是我来 这就是阴长不一样 由于他改变了阴高和阴长 所以讲话呢 就显得非常的油滑和轻浮 那这样第一次见面 一定不会给对方留下好的印象 那这儿我就要告诉大家一个重点 叫什么呢 声音是有色彩的 因为你听有的人声音会显得甜 有的人会显得色 有人显得冷 有人显得暖 那么这个基本色彩要靠什么来保障呢 正确答案叫做呼吸 没错 如果控制不了自己的阴高和阴长的人 你是不会正确的呼吸 你会说呼吸这件事 我从身上来到现在一直在用 难道我还不会吗 那好 我们先来测试一下 好 现在全身放松 不管你是站着还是坐着 背部挺直 全身放松 这时候你的两个肩膀是平的 两个肩膀是平的 只是觉得在自己的这个背部 像是有一根钢丝穿过来 把自己的身体拉直 接下来你的一只手 伏在自己的胸口 另外一只手呢 放在哪里 放在自己的丹田位置 有没有告诉我 说他不知道丹田在哪里 肚脐朝下 三公分的地方 一巴掌的距离 手放在这里 先吐一口气 呼 呼出来 把自己身体里的肺气清干净 然后我说吸气 你就跟着我吸 观察自己身体的起伏和变化 来准备 吸气 吸 呼 呼出来 好 我们现在开始讲重点 刚才吸气的这个整个过程完成后 你的感受是什么 来告诉我 如果吸气的时候 胸部空气 腹部缩进去的人 来举个手 这个叫做胸式呼吸 那么如果吸气的时候呢 小腹心隆起 举个手 你这个叫做腹式呼吸 那有人会跟我讲说 老师 我吸气的时候哪里都没动 那我只能说 你就要失去跟自己的身体联系很久了 你完全不了解自己 吸气的时候不可能 哪里都没动啊 但是平时 我们常常使用的一个方法 叫什么呢 叫口鼻浅呼吸 也就是说 你只用到口鼻 浅浅的吸力一口气 立即就开声音说话 这个时候 你的胸部和腹部 基本上是没什么动静的 那这种说话 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 武卿一段时间看了一部电影 叫做七月与安生 里面那个可爱的周冬雨 在第一次见到嘉明的时候 用的就是口鼻浅呼吸的方法 来听听个声音 是要吃嘉明吗 搞得下吗 没有 别人都是你甩别人 还别人甩你啊 没有啊 别人都是你追别人 别人追你啊 真的没有 我刚刚说了 声音是用来 联系自己的感情的 那切记啊 你如果长得没有周冬雨 颜值这么高的话 千万不要用这种声音来讲话 太野蛮了 首先 说话基本属于无意识状态 跟自己的声音没有连接 第二呢 他口鼻浅呼吸会造成 整个声音既没有节奏 也没有变化 在一个调上 你是周嘉明吗 基本是这么一种状况啊 第三 一定要注意啊 尤其吃开口饭的人 比如你是老师 律师 你常常要开口讲话 你是导游 长期用这种口鼻浅呼吸来说话 嗓子很容易痛 很容易干 而且时间久了 有可能导致咽咽咽哦 那么接下来讲第二种呼吸方式 就是胸式呼吸 什么叫做胸式呼吸 我刚刚说了 你做过一个训练会发现 吸一口气的时候 胸部鼓起 腹部收缩进去 啊 胸式呼吸容易出现在 什么样的状况下呢 你有没有注意到 当你要上台的时候 或者面临重大场合 你会有一个动作 吸气 然后女生啊 尤其特别容易 穿高跟鞋 立起来 让自己的身体绷紧 这个时候 你很容易用的是胸式呼吸 第二个 卡拉奥皮里飙高音的时候 你准备要唱青藏高原了 那一声音 你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唱得上去 你会有一个动作 是什么呢 吸气对吧 吸气 然后这个时候 小腹立即贴紧了 那这个时候 胸部就会膨起来 这叫做胸式呼吸 还有什么时候呢 吵架 没错 就是吵架 家咪喜欢这样的 家咪喜欢这样的 家咪喜欢这样吐他 你有没有注意到 马思纯在这部剧里面 刚才这个情景中 他的胸 他的胸当然很大 但是注意的是动作 他的胸部会剧烈起伏 这是什么呢 就是剧烈的胸式呼吸 所以当两个人在辩论 或者吵架的时候 你观察一下对手 如果他的胸部剧烈起伏 说明什么呢 他的情绪已经很激动了 所以呢 通常在重大的场合 你会觉得 我好紧张 对不对 我一直紧张 我镇定不下来 对不对 一个表现就是 胸部剧烈起伏 那这个时候 你的声音会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就是突然音高 会变掉 会提高 那这个时候 音准 就会变得不那么准 往往人在紧张 或者激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声音怎么变形呢 没错 就是胸式呼吸惹的祸 那你会想啊 我第一次见面 我怎么能够变形呢 我一定要假装我非常冷静 非常温和 彬彬有礼 才能给对方留下好印象 对不对 那我的声音应该怎么办呢 讲第三种重要的呼吸方法 叫做 复时呼吸 复时呼吸 在所有的呼吸当中 是我们日常最难体会到 和控制好的 那比如说上过瑜伽课的同学们啊 如果来听这个课 一听就懂 什么叫做复时呼吸 整个呼吸的过程中 我们的一只手放在自己的小腹上啊 吸气 深吸气 吸 小腹先吐起 气息到丹田的位置 这个就叫做复时呼吸 很多人会说 怎么可能 平时吸气 怎么会吸到这个位置呢 我从来没有这样呼吸过 错 这就说明你对自己不够了解 你可以试着啊 躺在床上 放松 然后你觉察一下 自己的呼吸是什么样的 来 全身放松 躺在床上 或者是半靠着啊 半靠在一个 美人靠沙发椅上 吸气 吸 呼 来 再来 吸气 吸 呼 有没有人说 我快要睡着了 没错 在人家要进入睡眠的时候 你躺在床上 一定会使用到复时呼吸 但是平时 消息会很高的时候 你走路排队 或者是急匆匆的去干什么事 或者是急匆匆的去干什么事 你就很难体会到复时呼吸 所以这是经过训练 一定要培养自觉意识的 因为复时呼吸 对你声音的改变非常大 能够说 那么复时呼吸 究竟对人的声音 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刚刚说了 常年连练习于家的人 他的复时呼吸的方式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就听听 那我们就听听 可能很多女孩子会说 哦 我就想要这样的声音 特别的温柔 特别的磁性 这样去腰难声音 也很管用 没错 复时呼吸呢 它的呼吸节奏 声吵 走得很远 所以当声音伴随 这样的呼吸出来的时候 你的声音就非常容易 打动人心 而且很稳定 给人一种沉静 可靠和自信的感受 这就是声音 改变了别人对你的印象 那么刚刚我们已经说了 三种呼吸方法 对不对 一个叫做口鼻浅浅呼吸 一个叫做胸式呼吸 另外一个叫腹式呼吸 那么学过声乐的人 他还要练习一种方法 就叫做胸腹联合呼吸 比如唱歌剧的 这样才能够控制自己的声音 非常的有节奏 有变化 它丰富性就很强 但是平时呢 我要强调的是 大家尽量的多去 自觉训练自己的腹式呼吸 因为这一关 是声音训练中最难过的 那有人会讲了说 那我平时到底应该怎么训练呢 训练这件事啊 就是跟学霸一模一样的道理啊 你想要当那个爸 你首先要学 最重要的就是多练习 我建议大家呢 找一段自己喜欢的文章 或者是诗词 或者是报纸都可以 就是一段话 没事就在家里头训练 训练的时候呢 着重体会自己的呼吸 用口鼻呼吸 用胸式呼吸 用腹式呼吸 分别来朗读 看看自己的声音会有什么变化 看看怎么表达这一段 朗读的时候 多观察自己的呼吸 慢慢的你就会纠正自己的呼吸方法 学会正确的呼吸 你会觉得这个好悬 我还是控制不了 那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用数据来把它标准化 这叫一个自测呼吸方法 怎么样自测呢 也就是说平时啊 一个人每分钟啊 在说话的时候 你每三到四秒呼吸一次 对不对 数学不好的同学 直接拿笔记下来啊 三到四秒呼吸一次 当你用胸式呼吸的时候 也就是说你在卡拉OK K歌的时候 由于你吸了一口气 你的呼吸会延长 延长到多少呢 八到十秒 呼吸一次 当你睡觉的时候 全身放松躺在床上 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用的是复式呼吸 那么呼吸的次数会更加延长 延长到多少呢 十到十六秒 十到十六秒完成一次 所以人在睡觉的时候 呼吸是最为伸长和平稳的 那么你照着这个数字标准 来对应自己的呼吸方式 当然如果你是运动员 那你的呼吸就会更长 所以肺活量非常强大的人 那么呼吸的次数啊 就会更加的伸长 那么训练肺活量对于声音的变化 是非常有显著效果的 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啊 那么训练肺活量 用什么样的方式最好呢 建议大家去游泳 去跑步 平时登山 或者是做瑜伽 还有一个平板 对于训练自己的胸腹呼吸方式 都有很大的帮助 什么样的声音 是最能表达职场范儿的 这就要先说说声音的功能 我先说两个重点 在职场中呀 声音一定要有 这么两个重大的作用 第一叫做表达信息 那么在表达信息的时候 最大的讲究叫清晰准确 第二个呢 叫体现态度 对不对 职场小白 职场白骨精 以及大boss 其实你们语意中的含义 是完全不同的 就声音的示范作用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声音是有教养的 声音是有身份的 我们看一段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助理人事行政经理玫瑰 欢迎他给我们说两句 好 我要把对大家的欢迎和组合放在三个月之后 你们有三个月的 probation 期待你们的表现 我觉得还是可以完成的 既要维持原来的预算 服务器 IT部门那边说 又必须要换 所以就只能从牙缝里 刚才这一段看完 你会立即发现 那个莫文卫就是职场白骨精啊 典型代表 对不对 而这个时候的徐定蕾 也就是杜拉拉 那么就是职场小白 气场不够强 因为你会说 这个声音气场不够强 究竟区别在哪里呢 你看 天生的音色 并没那么重要 对不对 莫文卫的声音 天生的音色 并不算特别好 那么声音的音量大小 重不重要呢 也不是最重要的 在这个时候 音强和音长是最重要的 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 控制音强和音长 让自己说话更有职场范儿呢 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练习 就叫做口唇的控制力 也就是说 一个人对自己声音的强度 以及对自己声音的变化 最重要的控制 来自于你的发音硬件 口唇部 我们先说说 这些硬件啊 具体是指哪些 你先想想看 说 那么发音器官对应在人体上 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好多人会说 嘴唇 对的 舌头 对的 还有呢 不知道了 或者牙齿 恭喜你 又答对了 还有吗 不知道了 好 我们就在这里准确的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口唇发音硬件 它包含哪些器官 它指的是嘴唇 上下唇 双唇 舌头 舌头分为什么呢 舌尖 舌面 舌根 舌两侧 牙齿 分为牙齿和牙银部分 还有什么呢 天花板 指的是你 上额部分 所有的这些加起来 才构成了人的发音器官的硬件 那么怎么来控制这一整套的系统呢 怎么操作给它指令 我们先来做个测试 也就先了解一下 你对自己的硬件到底熟不熟悉 有哪些部分是比较薄弱的 来 我们念一个绕口令 这个绕口令我原来在上课的时候经常用到 因为它短 大家跟着我念一遍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 手里拿着蹦白的白拐放棍 念一遍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 手里拿着蹦白的白拐放棍 有没有人觉得自己都被卡住了 卡在哪里 你说第一句没问题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 第二句 手里拿着蹦白的 你有没有被卡住 蹦白的 有人说还好 后面这个呢 白拐放棍 哎呦 好糟糕 咬到舌头了 咬到舌头的感觉就是对的 为什么这么说 蹦白的 你感受一下 你主要使用哪些地方来发力呢 蹦白的 双唇对不对 双唇更加用力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觉得有障碍 说明你口唇部的控制力薄弱的环节 在于双唇 上下唇 白拐放棍 又咬到舌头 或者我说不清楚 那是哪里不对呢 你的舌头的控制力比较差 白拐放棍 那么连起来呢 蹦白的白拐放棍 有人说 哎呦 我整个说不出来了 是什么呢 整体口唇部的弹性不足 所以这个绕口令 你如果能够一口气顺利的念完 说明什么呢 口唇部控制力达到 六十五分以上 恭喜你 及格了 当然有更难的绕口令 之后我们会专门在一堂课里面讲口唇操 教你怎么样训练口唇 怎么样来控制自己的牙齿舌头和这些重要的部位 但今天我们先讲最基础的部分 也就是播音主持 以及吃开口饭的人 演员 做台词训练的人 都要过得一关 叫做土字归音 土字归音就是让你把一句话说清楚最重要的一个技术标准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讲重点 怎么练土字归音 一切从细节开始 一篇文章可以还原成什么呢 段落 段落再还原是什么呢 叫做句子 句子再还原呢 叫做词组 词组再还原呢 叫做字 字再还原 有没有可能性啊 字还能拆吗 能的呀 它可以拆成声母运母和音调 这些部分对不对 也就是说当我们开始训练的时候 先要做基本功 把一篇文章还原到单个个字 我们拿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比如说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演员 叫赵薇 赵薇的成名作就是环珠格格里的小燕子 对吧 可是赵薇说话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你们有没有人把赵薇说话听清楚过 你会觉得他永远像是大舌头 讲话含糊不清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一 赵薇的台词观不扎实 就没过这一关 第二呢 赵薇就是口齿的配合度极差 这个跟他的牙齿有关系啊 那同时呢 舌头的弹性不够 口腔打不开 我们就拿赵薇的一个常说的台词 来做训练 比如在环珠格格里 赵薇出现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黄阿玛 对不对 就是那个黄阿玛 其实原理非常简单啊 我一说你就懂了 比如黄阿玛如果单独算作一个音节的话 那么黄字就是字头部分 对吧 阿就是字负部分 玛 这个字啊 平时呢是念玛 但在这呢连读它要念轻声 就玛 这个碼是字尾部分 那么怎么把它发清楚呢 有一个标准啊 字头部分 四字标准 叫做标注 弹出 也就是黄字一定要发清晰 标注 弹出 有力气的啊 黄 如果这个字发的不准 那么声音就会散掉 那么字负部分就这个 阿的部分 你看 阿 你口腔是有一个打开的动作的 如果动作做的不标准 或者动作 偷懒了 那么嘴就打不开 这个字负就不圆 就立不住 所以字负部分的发音标准 也是四个字 叫做拉开 立起 那好 说字尾部分 也是四个字 若收到位 黄 阿 马 如果你能够准确的按照这个标准 来要求每一个字 长期训练 你的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楚 只有控制好了细节 才有可能成全你整个外在的表现 好 让我们总结一下 第一 好声音像马甲线一样 它是可以练出来的 因为声音有四大物理属性 音高 音强 音长和音色 所以我们的声音是有75%的空间 可以提高的 那第二 怎么练呢 好声音要怎么练 最重要的是改善自己的呼吸 和控制自己的口唇部发音硬件 那么第三 呼吸是有一个自测标准的 我们可以用数据来规范它 8秒以上 也就是说10到16秒 你基本上就是复时呼吸 这是要因人而异的 第四 控制自己的口唇部发音 那么最重要的有一个练习方法 叫做吐字归音 也就是说 把字还原到最小的单位 划分为字头 字负和字尾的部分 那每一个部分都有自己的发音标准 只要按照这个标准来训练 那么大家慢慢的就能够说话非常的清晰 能够有职场范 能够有勤场范 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同时让自己显得更为自信 最重要的事情 练习练习 再练 再练习